有秋李涛指导刘德华、古天乐、苗乔伟、林嘉欣主演的电影《扫独二天地对决》在香港上映。 7月15日晚,刘德华、古天乐、苗乔伟现身电影首映里。 《扫独二天地对决》讲述了毒品市场四分天下的格局维持已久,警方与毒贩之间展开正邪较量。 在片中,刘德华与古天乐首度合唱现身主题曲《兄弟不怀疑》。 古天乐说自己对唱歌不是很有信心,这次是受刘德华之邀。 刘德华一表示,两人认识许久,能够有机会一起唱歌感觉很开心。 开心啊,两个朋友能够真的认识那么久,没什么试过一起唱歌,然后我对他有信心,所以一定成功。 他先把这首歌发给我听,我告诉你一个秘密,好吗? 好啊。 我听那首歌那天,我去跟他一起听,我跟他拍戏,我给他听好不好听。 对啊,然后我觉得一听完之后,我觉得非常喜欢,所以我就答应去一起唱一首歌吧。 首先很谢谢华哥对我的影响,但是我对自己,自己啊,我自己来说,我没有太大的信心去唱歌。 扫读二天地对决中大排云集,被问其如何看待自己是众多影迷的偶像。 刘德华和谷天乐都谦虚地表示,自己只是演员。 电影扫读二天地对决已与本月初在内地上映。 上映首日,票房就突破一亿元人民币。 据刘德华介绍,该系列电影的第三部正在考虑当中。